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UTSMEDE医学英语 我是岳医生 今天是2024年10月24号周四 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到有关 这个乙肝病毒的题 我们先还是让人工智能 帮我们把这个重点的单词给总结出来 让他多总结一点 请总结出文中 所有的英文 所有的词汇吧 词汇 并标注汉语意思 提醒他一下 不要偷懒 尽可能多的终结 因为我发现他最近老偷懒 行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直接看单词吧 直接看单词 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我们来一起学英语吧 对吧 好 这个好像还是有点偷懒 32个还行吧 还行吧 我们先这个一起听一下 一起听一下 here's a summary of the vocabulary and their meanings from the content provided in the images 1. Anorexia,咽尸 2. Malaise,不识 3. Dark urine,深色尿叶 4. Upper abdominal discomfort,上腹不识 5. Scleral icterus,供膜黄灾 6. Moderate right upper quadrant tenderness, 与上腹中度压痛 7. Palpable,可出击的 Liver,肝脏 9. Costal margin,勒元 10. Laboratory studies in Thai 11. HBSAG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1. E型肝炎表面抗原 12. HBSA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 1. E型肝炎表面抗体 13. Anti-HBC IgM Igm A body to hepatitis B core antigen 抗1. E型肝炎核心抗体 Igm 14. HB e egg 1. E型肝炎 1. E型肝炎 15. Serologic findings 血清血发现系统 window period 14. Immunologically mediated phenomenon 21. 免疫阶导现象 Upon Antigen antibody complexes 抗原抗体 24. Serum 血清 24. Precipitation Tendian 26. Antibody Conti 7. Liver enzymes Ganmei 28. Virus shedding Bingdupai Paiform 14. Hepatitis B infection E型肝炎 30. Early onset 早期发作 31. Symptomatic phases ZengZhuom 30. Developing symptoms FaDentendron This list covers the main terms Systems and their explanations If you need more details or 好 他这个好 有的翻译好像不太 不太不太对吧 这个Developing Symptoms 发展症状 应该 应该叫进展吧 进展的 是不是叫进展的 就是 就是那个country 就是发展中国家 不叫Developing Country 然后发达国家叫Developed Country Developing就表示正在进展 所以 当然这个说发展症状呢 这个意思也对啊 但是我不符合我们的这个习惯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重点词汇啊 那第一个呢 就叫Anorexia Anorexia 我们听一下 Anore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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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厌死啊 厌死 当然还有一个病呢 就叫神经型厌食症 神经型厌食症呢 就是这个有道词点 它里面这个 这个吃在你当中给的这个东西啊 那这个神经型厌食症呢 我印象很深 因为我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呢 看过一本这个叫什么是饶雪漫嘛 就那种小说啊 我不知道那个书从哪买的了 地摊上我记得 然后它里面呢 然后它里面呢 有一个小说呢 就是女主角啊 它就是有这个神经型厌食症啊 然后它有这个症状之后呢 它的症状 临床表现呢 主要就是平时呢 不怎么吃饭 就是吃不下去呢 吃了就是会吐啊 就会厌死啊 神经型厌食啊 然后 但是它不光是厌死 它会有暴饮暴死 就当它需要吃的时候 那可能一下吃非常非常多啊 那吃了非常多的会导致什么呢 比如说胃肠大的 胃肠道的一些问题啊 就有一些 那个叫什么 叫肌腐针啊 什么肠根嘴啊等等啊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所以这个神经型厌食症呢 它可能也是这么去翻译 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 Anorexia 这个重音呢 是在这个R这个音地方 Anore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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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下面呢 是Malaise 就是不是的 那这个不是的一般是指 就是全身不舒服啊 难以描述的 就不是很确定啊 比如说我头不舒服 它不是这个 它指的就是这个 反正就是不舒服 Malaise Malaise 不舒服啊 Malaise Malaise 对 然后下面呢就是 Dark Urine 这个尿式生涩的 Up Abdominal Abdominal是腹部的 Discount Foot 这个上腹 Upper 就是上腹部不是啊 Discount Foot 是不是的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重点词汇 Sc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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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trus 我们听一下啊 Scaler 就是我们眼球啊 有这个白色的这个鼓膜嘛 然后Iter Ectrus Ectrus 不是Iter 这个当这个I这个我们来听一下 Ect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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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n Building Icon 它也是爱开头 还有有时候读E啊 比如说Icemia 那它有什么这个技巧呢 或者说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遇到的话 就是 就这么读吧 这个叫 Ect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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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胆 这是黄胆的 黄胆的 这个可以叫 我们一般呢 不叫滚膜黄胆 是吧 就是黄胆它 它是包括了很多这个黄胆 因为它主要是这个 就是这个胆红素 胆红素代谢的问题嘛 所以它会出现这个皮肤的这个黄胆表现 和滚膜的黄胆表现 对吧 就是黄胆的患者呢 这个皮肤呢 它也是黄色的 然后滚膜呢 也有 那如果说你单纯说滚膜的话 我们翻译比较地道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叫滚膜黄胆 滚膜黄胆 黄胆 那它也指的是一个黄胆 对吧 黄胆更大一点 是吧 后面就是moderate 是这个中度的 中度的这个右 right upper quandrant tendinous 就是 中度的右上 右上部 这个quandrant 是这个向性的意思 quandrant 是这个向性的意思 我们可以听一下 quandrant quandrant 是向性 quandrant 是向性 然后它是指这个 右上向性 就是我们这个 干去 这个胆囊干去 这个地方 右上向性 它是有这个 有这个tetanis tetanis是指这个 就是压痛 或者说一些触痛 可以看一下 tenderness 当然它有其他意思 就是轻切的 柔软的 柔和的 moderate 是形容程度的 palpal 可触及的 是明显的 它也就明显的意思 palpable 明显的 它是指肝脏在右下 是可以触得到的 就说明肝脏有肿大 肝脏就是liver costal margin costal是指肋骨 肋圆 merging是边缘 costal costal 然后merging margin是边缘 但是margin这个词 它的意思非常广泛 非常非常广泛 我们可以听一下 margin 我见的比较多 它是指 就是叫保证经 为什么叫保证经呢 它本来 就是这本书 一本书 它是边缘 它是给你留了一些空白 所以这个空白 就叫margin 这个空白有什么用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对吧 这个空白 它就相当于给你一些 盈余 一些余地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干嘛呢 记笔记 可以拓展你的内容 所以merging 它就有这个含义 那因此呢 它可以用于什么呢 用于就比如说你 很多股票软件 对吧 都会给你提供merging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保证经 或者说押经 就这种东西 比如说你往里面 冲了一万块钱 但是这一万块钱 你可以当成两万来用 或者说当成一万五来用 那多出来的这个购买力 多出来这个五千或一万的购买力 就叫merging 这个就叫margin 就是给你发挥的空间 就像比书本的边缘一样 所以可以做一些这个联想 这个编剧 就merging laboratory studies 实验室检查 然后这个HBSG 就叫 就叫乙肝表面抗原 是吧 那乙肝表面抗原 这几个缩写呢 就是hypertitis hypertitis是指肝炎 hypertitis是肝炎 我们听一下 hypertitis hypertitis hypertitis是肝炎的 hyper是指肝脏的 缩写肝脏的 titis一般是炎症 就各种各样的炎症 就是titis 然后这个就叫肝炎 那b呢 它是这个编号 就是b形 b形我们汉语呢 只要乙加一柄丁物 对吧 叫b surface是指表面 表面的 然后antigen 它是指抗原 antigen抗原 所以缩写就是hbsag hbsag 然后hbsab呢 它唯一的不同 就是antibody 就是抗体 那这个抗体呢 就是抗这个抗原的 对吧 抗原抗体相结合 那关于 关于这个乙肝病毒呢 我们可以 等一下看题的时候再介绍吧 它的这个结构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对半呀 我们可以看一下吧 叫hbv 我们可以看一下hbv的这个结构啊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hbv的结构 hbv的结构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里面呢 就叫 这个里面呢 这个环状的东西呢 就叫这个rcdni 就是病毒的这个dni 那至于这个 这个病毒的dni 为什么叫rcdni呢 就是乙肝病毒 它首先它是一个dni病毒啊 它不是一个rni病毒 但是它这个dni病毒呢 它也不是一个缓状病毒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缓状 所以它是rc rc的这个全称呢 我也给忘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再看吧 有兴趣你们查一下啊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图画的很好 那这个呢 是一个 这个是dni 你看它环状啊 就是完整的这个互补配对呢 它只给你画了一半啊 还留了一半 这个就是它到 就是感染体内之后呢 这个rcdni呢 会进一步的逆转入成 完整的这个cdni 就是环状dni 然后这个环状dni呢 再进一步的去 去这个就是翻译成 这个就是转入翻译成这个 这个蛋白质啊 就是它为它自己所用 也就是说呢 当它感染了呢 它会把自己的这个遗传物质呢 给我们的干细胞 利用我们干细胞的这个细胞功能呢 为它自己生产蛋白质 为它自己复制它自己的这个dna 然后这样的话 就起了一个扩散的这个作用 所以病毒它本身呢 是不具备这个独立的 生物能力的 病毒它自己没有办法繁殖 因为它很小 你看它也其他东西都没有 对吧 所以它只能寄生 它只能感染别的这个细胞 然后利用别的细胞 为它所用 被感染的这个细胞呢 它在里面这个大量复制很多病毒以后呢 你想对吧 它就会捣乱这个 这个原本正常细胞的这个功能 那原本这个细胞的功能 如果被破坏以后呢 这个细胞可能会死亡啊 凋亡啊 等等啊 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那死亡以后呢 这个细胞里面的这个酶呢 就释放出来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因为肝脏我们都知道 它这个肝脏细胞里面 有非常非常的多的酶啊 用于这个肝脏的这个功能 啊 那如果说肝细胞被破坏啊 那你想这个酶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检测一些转胺酶呢 就可以反应肝脏的这个功能啊 如果转胺酶高就说明肝细胞被破坏了啊 所以一般呢 像这个乙肝病毒被感染之后呢 都会测这个 这个这个一些肝酶是吧 这个是这样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结构呢 这个在DNA附近呢 就有一个叫Core protein Core protein就是叫核心蛋白啊 就HBC 那核心蛋白呢 它这个病毒感染人之后呢 我们就还有 还给它一个名字啊 因为它会引起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反应 就是这个蛋白质进入我们人体的以后呢 会引起我们人体的识别 因为它本身不属于我们人体 对吧 它属于外来物 那外来物进来以后呢 我们的免疫监视系统呢 就会发现它 所以呢 你也可以叫它叫什么呢 叫核心抗原 Core protein也可以叫核心抗原 那这个Core protein它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说它 它的免疫原性很强 免疫原性很强 所以进入体内以后呢 我们身体其实很快就会 就会产生对应的这个抗体 就核心抗体 核心抗体 然后在这个病毒外层呢 我们再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surface protein啊 surface叫表面蛋白 表面蛋白呢 它也能引起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 那 所以我们也可以叫它叫表面抗原 那它引起人体免疫反应产生的抗体呢 就叫表面抗体 所以这个呢 就是四对了 对吧 不是四对啊 是四对 是两对 就是核心抗原 核心抗体 然后这个表面抗原 表面抗体 那有朋友就说了 那这个益抗原在哪呢 这个两对半啊 不是有要有这个益抗原吗 我们下面就看到这个 有这个益抗原啊 益杆的这个益抗原 益抗原呢 它是这样的啊 它是由这个核心 就是在合成这个核心蛋白的时候呢 就核心抗原的时候 Core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产生 会减切产生啊 那产生这个益抗原呢 就会释放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它本身不属于这个蛋白 这个病毒的一部分 它是为了产生 就是它在产生这个Core的时候呢 会顺便产生这个益 益抗原 所以益抗原呢 它本身不属于这个蛋白的一部分 它只是 就是病毒在复制的时候 在合成自己装 武装自己的时候呢 会产生 会产生 产生之后呢 它会释放到什么呢 释放到这个血液当中 所以这个就是益抗原啊 益抗原 那两对半 我们都知道啊 有表面抗原 表面抗体 益抗原 益抗体 核心 核心抗体 就是这个Core 为什么没有核心抗原 是因为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血清检测的时候呢 检测不到这个 很少 就是这个低度非常低啊 检测不到这个核心抗原 因为这个怎么进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看这个核心抗原 它在 它在这个病毒的里面 它没有暴露出来 这是一个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要检测这个病毒 用一些免疫的方法的话 那首先检测到的是这个 Surface protein 就是表面抗原 那益抗原 因为是分泌出去的 对吧 那就不用说 它是独立分泌出去的 那所以也可以检测到 那这个核心抗原呢 它由于是被这个病毒包裹呢 可能就检测不到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 它这个乙肝病毒啊 它主要的这个寄生的区域呢 它是这个肝脏 所以它在肝细胞里面 它并没有就是说 大量的去释放到这个血液当中啊 那血液当中可能就是说 也会有嘛 对吧 但是血液当中的这个 这个核心抗原呢 核心抗原呢 你可以想象成呢 它被这个被包裹住了 所以首当其冲的 应该是这个Surface protein 就是表面抗原 所以两对半的这个血清两对半的这个检测呢 它就没有这个核心 核心抗体 它只有 没有核心抗原 它只有核心抗体 那为什么有核心抗体呢 就是说这个抗体为什么会有呢 但是因为抗体是我们 我们人体免疫细胞产生的 我们的免疫细胞呢 它当接触到这个外在的这些刺激以后 它会 会动员这个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 产生一些这个抗体 所以它这个抗体是可以随着血液循环产生的 所以可以检测到核心抗体 但是检测不到这个抗原 所以这个就是两对半 半尺的就是这个核心抗体 核心抗原检测不到 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 就是在记什么这个 就是这块的时候 包括某一个死期啊 它的一些特点呢 一定要就是结合这个病毒自身的特点来记 还有就是结合它感染的这个过程来记啊 如果说 呃 死经一倍啊 比如说窗口期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急性感染期会出现什么情况 或者两对半什么结果对应的什么样的这个病程 呃 再结合什么转安媒啊 这个太复杂了 这个这个记不住啊 因为这个不是死经一倍的东西 像这种就需要去理解啊 你要理解它的每一个特点 然后你就可以去记 比如说像抑抗原啊 当这个抑抗原抑抗体它这个 就是抑抗原它很多的时候就说明什么呢 因为抑抗原是分泌出去的嘛 它只有在复制的时候才产生 所以抑抗原 当抑抗原在体内在血清当中表达比较多的时候 就说明病毒正在复制呀 对吧 病毒正在复制 当病毒复制比较多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抑抗原嘛 就是你要抓住它特点记 那至于就是为什么 还有刚刚这个啊 为什么这个 就是核心抗体它 就是会伴随着整个这个肝癌的地方呢 因为它的免疫原性比较强 所以只要它存在人体呢 就会产生这个对应的这个抗体 免疫原性很强啊 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 因为时间的问题啊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 就是自己去去看 就是方法呢 就是这样 就不建议去死经一倍啊 一定要结合这个病毒啊 还有肝癌过程的去理解啊 然后下面呢 就是这个 叫 就是anti-HBC-IGM 就是叫核心抗体啊 核心抗体的IGM类型 因为核心抗体 还有IGG的类型啊 这个是IGM的类型啊 然后再下面呢 益康源是吧 然后Sherological Funding 叫雪晶学的发现啊 雪晶学发现的 Sherological 这个其实不能算吃主啊 反正就是雪晶学表明 然后 Window Period 就是窗口期啊 窗口期指的是什么呢 就叫空窗期 空窗期 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窗口期 翻译的是有点这个 你如果光听这个名词 是有点误解的啊 但是大家现在都理解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艾滋病的原因啊 大家都知道 这个艾滋病呢 都会说有窗口期啊 那你又知道 这个窗口期 就检测不到呗 对吧 所以窗口期 主要是只检测不到 那它这个 在这个乙肝病毒当中呢 也是有的啊 那Windows 它本身呢 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它是 就叫窗口 实际上呢 它也是有那种 叫什么 就是 就是空白的意思 我觉得它在这里 主要是空白 空白期 空白期 空白期呢 就是没有表现出 很强的这个迹象 那如果说窗口的话 我们常规理解 这个窗户呢 你可以理解为 它是通过窗户 我们在里面往外看 或者通过外面 通过窗户呢 看到里面 所以它是应该 能够观察到的 但实际上呢 它是指空窗 或者说这个空白期啊 就检测不到啊 那乙肝病毒 这个空白空窗 其实因为这个 就是表面抗云和抗体 检测不到 是因为抗体呢 它会综合这个抗云 形成这个免疫沉淀 所以就是在这个时期呢 是就是检测不到 检测不到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immunologically mediate phenomenon mediate是接导的意思啊 然后后面的话 complex antigen antibody complex complexes complex 这个叫抗云抗体复合物 是吧 complexes complexes 符合物啊 equivalent equivalent equivalent是对等的 或者说就等同的啊 equivalent equivalent 然后对等的浓度啊 然后HBC AB antibody acute是极性的啊 极性的啊 hypertises a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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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的啊 都可以 然后后面的话 s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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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清 serum serum 雪清 然后这个也是一种呢 precipitation 啊 就沉淀啊 precipitation 啊 我 我们有一个实验叫什么 叫免疫共沉淀 co-IP 是吧 co-IP co-IP 就是共同 啊 啊 I 就是immuno 啊 然后就是免疫的嘛 然后这个 P呢 就是指这个 啊 precipitation precipitation 沉淀啊 antibody levar enzymes 啊 就是肝酶 肝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酶嘛 肝脏主要消化嘛 对吧 解毒呀 消化 enzymes 代谢 virus virus 这个shedding 啊 就是病毒的这个排放啊 shedding 去除啊 等等啊 然后感染 infection hypertise hypertise b infection 就听过了啊 hypertise b infection 是感染 然后early onset onset onset是发生的意思 就是这个事情的发生 early onset是发生的早期啊 onset onset symptomatic phases phases symptomatic symptomatic phases phases 17 phases 这个叫什么 相位啊 相位啊 时期啊 这些东西啊 developing symptoms 症状早期 然后这个词呢 就跟大家看得不多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啊 这个题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他说呢 一个39岁的非洲裔美国男性呢 去看医生啊 因为anoxia就是厌食啊 因为anoxia就是厌食对吧 然后malaise 啊还有这个这个不适感 然后尿也比较深 上腹部呢不舒服 它的体温呢是temperature是37.9 就是37.5 当然美国这边用的比较多的是华氏度啊 那华氏度的话大家可以记一个零度 就对应的啊 对应的就是华氏度的零度啊 37度啊 38.5啊 40度啊 这种啊 就是记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我也用不习惯啊 然后后面呢就是 facial examination shows 就是体检呢 就表明呢 有这个拱膜的黄染 scaler 然后 Ecterus 就是拱膜的黄染 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moderate 上腹部的这个压痛 然后呢 这个它的这个检查呢 实验室检查的就在这些了 它检查有什么结果呢 就是表面抗原呢 是阳性 表面抗体呢 是阴性 核心抗原呢 是阳性 E抗原呢 也是阳性 他就问你啊 Which are flowing will most likely change in in his physiological findings when this patient enter the enter the windows period 就当这个患者呢 进入窗口期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 那窗口期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那肯定就是说 这个表面抗原和抗体呢 都是阴性的吧 因为抗体呢 综合了这个抗原 所以你早就可以了呗 那就是D对吧 然后它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HBSG变成negative 对吧 就是表面抗原变成negative 然后它会变成HB 这个antibody surface antibody 表面抗体会变成阳性 这个肯定不对是吧 窗口去窗口其实检测不到 你都能检测到的肯定不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 益抗原阴性 益抗原 益抗原阴性 益抗原这个好像不能作为标准 我觉得这个不能作为标准 就是它也有可能有 也有可能没有 这个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楚 我也不想分析了 反正分析的话 你可以就是 如果遇到具体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具体去分析一下 这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它怎么说 它说 这个益抗原是positive 不管这个病毒颗粒 在不在血液当中 也就是说这个益病毒 它这个抗原它会有 因为这个益病毒 我们说它只要复制 它就会产生 对吧 所以窗口其实 这个病毒应该还是活动的 我觉得也是会有 所以它是一个State of market would not change between the earliest onset have to be under window period 所以它是一个不会 并没有改变 就在早期和窗口 因为早期这个病毒 它要感染 所以这个益抗原 它应该是有的 然后这个核心抗体的 IgG抗体是阳性 它怎么说呢 它就说对于核心抗体 还有它主要在激活和恢复期 然后IgG的水平 不会改变 在早期的时候 在早期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然后这个A是核心抗体 会变成阳性 这个核心抗体 它本来不就是阳性的吗 这个核心抗原 核心抗原 核心抗原阳性 核心抗原我们说过 把它检测不到的吧 它本来就一直都检测不到 因为它是在 它病毒表面 它是核心抗体 核心抗原 然后所以这个核心 这个水漏了 这个病毒表面是这个 surface 是表面抗原 然后这个表面 这个核心抗体是在病毒里面 所以它这个第一时间 它是检测不到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 它这个核心抗体 它是因为随着病毒来 主要是定制在干细胞里面 所以它这个叫什么核心抗原 它是检测不到的 两对半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是吧 是没有这个核心抗体的 这个没有核心抗原的 是吧 没有核心抗原 只有核心抗体 因为核心抗体它比较敏感 它会一直有 在血清当中有 所以你看它说的 During the windows period HBS就有这个surface surface antigen 就表面抗原 will no longer be detected in the pension system 就是表面抗原是检测不到 and it will be will be HBSG negative 因为检测不到 所以它称negative阴性 the pension will remain HBCAG 就是核心抗原的positive throw out the duration of of an active the hepatitis B infection 就是它 这个患者呢 会保持这个 会保持这个核心 核心 核心抗 这个核心抗体 核心抗原 就是这个核心抗原 会一直存在 所以在早期 including early 就是在早期 它一直都是有的 但是这个解释 它是不完整 因为虽然说它一直存在 但是检测不到 检测不到 你看它这个检测的是什么 核心抗体 因为核心抗原 它是在里面 所以它这个解释 就说什么 这个核心抗原 是阳性 是阳性 核心抗原它确实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呢 血腥当中呢 它检测不到 这个就是两对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问它一下 你看我们要解释一下 核心 这个抗原抗体有时候说多了这个嘴漏啊 核心抗原 能检测到吗 核心抗体是可以啊 不能直接检测到 因为它存在于干细胞的 而不是血液情况当中 所以临床常用的这个叫核心抗体 对吧 就是anti这个东西 anti anti它这个核心抗体呢 核心抗原 它往往是阳性 老是说说漏嘴啊 然后我们再跟它说一下 那个两对半 两对半 是哪几个指标 两对半 你看表面抗原 表面抗体 易抗原 易抗体 核心抗体 对吧 抗体 关于这个圆什么体的 大家这个自己去摸索啊 去理解就可以了啊 就考试的时候要静下心来去 去摸索这个我在讲的时候啊 跟我脑子反应不太一致啊 有时候会讲漏嘴啊 希望呢 没有误导你们 那好吧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祝大家这个学习进步啊 祝大家这个学习进步啊 祝大家这个学习进步啊